又一名NBA傳奇名將宣布退役 填瓜安東尼22號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 投下高掛球鞋的震撼彈 結束19年職業生涯 安東尼在2003年以炭花秀先被金塊選上 過去曾在丹佛金塊 紐約尼克 奧克拉荷馬雷霆 休斯頓火箭 波特蘭拓荒者 和洛杉磯虎人隊 六支不同的球隊效力 締造他在籃壇的豐公偉業 我記得那天當時我沒什麼 只有一球在籃球 然後夢想有什麼東西 填瓜因為擁有驚人的得分能力 所以大家都叫他進攻萬花筒 打了19個球技 累積共得兩萬八千兩百八十九分 在NBA總得分榜排在第九名 天官安東尼一共十度入選明星賽 六度入選年度陣容 2013年更是勇奪得分王 卻年也被選為年度75大明星 在國際舞台上同樣創造輝煌成績 拿下三枚奧運金牌 只是他在NBA卻始終沒能摘冠 讓他的職業生涯留下遺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他在NBA卻 在NBA卻地勤奪得更多了 頒相關於NBA卻地勤奪得更多了 但是我們要在NBA卻地勤奪得更多了